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今天星期六 早上11點 今天朱仔乘地鐵回來的時候 發現了很不同的現象 香港也有很多人在 我今天看太子乘地鐵回來 黎智郭地鐵是迫爆了 好了 講回正題 講完題外話 昨天有標迷留言 就說朱仔 不是日本手錶頻道嗎 為何介紹這麼多瑞士錶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在留言區 有興趣的標迷去看看 我其實回覆了他 他就說因為我介紹瑞士錶 因為賺錢多 所以介紹瑞士錶 我就說他一定不是我的粉絲 因為他第一句說是我的粉絲 如果他來過荔枝國 或者真的跟我們 No.7 Watch交易過就知道 朱仔不論是100元的手錶 甚至乎一萬元 十萬元的手錶 朱仔都跟客戶交易過 同樣都是這樣招呼 每天都有標迷上來 100元甚至乎光顧45元 一條利龍錶帶 朱仔都親自幫他換 只要我有時間我都親自幫他換 所以如果真真正正是為了錢 行先是第一個目的 朱仔絕對不會這樣做 我不是傻子 所以錢是要賺的 但我不是放在手 要我介紹什麼手錶 行先為第一個目的 你真是誤會了 其實朱仔依然眾心 都是介紹日本錶 包括今天第一隻手錶 這隻是朱仔精心找回來的手錶 拜託了一個供應商 因為這隻手錶 停了一產大概十年 當時是非常熱賣的 一隻SEICO手錶 雖然這隻手錶 不是自動 它是用電腦的 但這隻手錶 其一是一個經典款 三眼仔的 一個chronograph 再加上它有一個 兩地時區時間 在六點位置 是一個很經典的 黑水鬼的款式 這隻手錶 黑水鬼的三眼仔 chronograph 是一個一百米防水 配備了 它用上了 精工的7T62機心 這個機心是有鬧鐘 我試一下 設定鬧鐘給大家看 BB聲響 我拿起了半顆 這個錶盤 按右下角 這個鍵 按下去 其實是一個計時 設定的 這個錶 配備了抗物水晶玻璃錶面 你看到它簡約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 最原始的顏色 老實說 真的會是 真的會是 原始的顏色 是最好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 真的十年後 看回這隻錶 也不會過時 其實這隻錶已經停產了 有十年的時間 我剛才上網搜尋一下 佐敦某某商店 還可以買這隻手錶 但已經到達天價 二千多三千元 當時這手錶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千 一百千二元 當年 很受歡迎 一隻 Cornograph的計時馬 手錶 還要配備 兩地時間 或者鬧鐘 日曆 就放了 聽到嗎 鬧鐘響 很響的BB聲 其實我按一個按鈕 就已經停了鬧鐘 它可以較24小時內的一個鬧鐘 不重複的鬧鐘 挺過癮的 現在的鬧錶越來越少 除非是電子 如果是analog的話 就是越來越少的鬧錶 所以這隻手錶是很值得去擁有 或者值得收藏的一隻SACO 你看到日曆 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金屬邊框 其實很多時候舊裝都會這樣做 這隻手錶 還有就是它做了特製的指釘 SACO的logo 做了特製的指釘 三小圈圍邊的位置 它都做了一些細節位 做了一條金屬邊線 才到過調子黑道 夜光方面 時分秒針加上黑道 都有夜光 一起來看一下夜光 夜光方面 看看 也挺光的 不過兩地時區時間 鬧鐘的小圈 就好像沒有夜光 對 沒有夜光 十分秒針加上指釘 還有內影的測速邊 還有內影的測速邊 接著我們試一下一個單向式的潛水錶 轉的手錶非常好 120K 很多時候比現在的新裝精工環繞好 感覺轉動的時候 做了一個黑色的鋁片 鋁片圈 再加上旁邊做了九牙坑的打磨 做了九牙坑的打磨 挺漂亮的 這個九牙坑的打磨 你看到它不是齊邊的 它是粒了一條邊線 做了一條光身邊線 我試一下擦亮一點 做了一條光身邊線 才做旁邊的九牙坑的粒子打磨 挺漂亮的 標關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踢起了標關之後 有停秒功能 你看到九點位置的小圈 就會停了 它是一個秒針 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六點多中附近的位置 按下去 半格我們教日力槍 半格我們向上轉 教日力槍 一格一格跳 沒有大聲 一格一格一格跳 好 教完之後 按下去 一個拉推罐 要一下它 沒有虛位的 按下去 試一下上面這個按鍵是什麼 就是CORNO掛放的按鍵 你看到我按著之後 計時馬錶大秒針就開始起動了 當轉一圈的時候 上面這個十二點為止 就會跳一格為止 一分鐘幾多秒 這個計時馬錶 看看有沒有分段計時的機心 7T我真的忘記了 開始 開始 接著 reset 應該是分段計時 第一名衝線 追回針的 第二名衝線 stop reset 大約7T沒有非反 8T才是非反的 另外 你看到它 配搭了銀色的不鏽鋼外殼 3.6L的不鏽鋼外殼 標腳位置做了拉斯花紋 其實我覺得整隻標的缺點就是這個位置 耳蓋沒有那麼Smooth 如果它會有少許弧度 就會沒有那麼硬 會比較好看 標帶方面 就是一條實心的不鏽鋼標帶 做了拉斯花紋 另外標扣的位置 做了一個摺疊式的保險標扣 上面就只有一顆微條 只有一顆微條 唯獨有少許美中不足 如果多些微條 就好了 好了 一個保險制的標扣 用了短扣 所以只有一顆微條 你見過扣多短 很短的 好了 接著我們打開了 做了光身的薄桥 你看到它是一個停產款 為什麼呢 這個標牌也很古代 現在都沒有看到這個seiko的標牌 好了 現在轉了紙牌 還有標底方面 它不太膩 它都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螺旋式鎖的底蓋 你看到它是中間有seiko的logo 寫著Watermixit 10個bar的防碎 Stinger steel 接著寫著Japan movement 7T的機心 7T就是原裝的精工機心 大概三至四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這隻標也有些手感 給大家看看 這隻標很多襯法 我見很多外國YouTuber都有介紹這隻手錶 重量是145g 145g 我試一下 讀一讀直徑給大家看看 直徑呢 其實我覺得挺適合這隻標的設計 41.5mm的標徑 厚度方面 是11.8mm的厚度 而那個Luck to Luck 就去到48mm 好了 試一下帶上珠仔14.8cm的手腕 為什麼我說這隻手錶 其實真的挺值得擁有一隻 一來它是鬧標 現在可以做兩地市區 時間手錶比較少 二來呢 這隻標也有很多玩法 你看到這裡就稍微硬一點 線條 如果它有些弧度的話 就會更加漂亮 這隻標 好了 世事不能盡完美 即是有時的東西 我只是覺得 好了 那珠仔推介這隻手錶多少錢呢 這個就沒有什麼參考的數據 那我就在外國一些官網找過 大概300多元US 又有香港就2900多元 因為其實都偏離了原來它正常的價錢 因為已經停了產一段時間 很難找到 那我就找了我的幫手 那我的企業就 它有的 我知道它收起來了 那它就願意給我 介紹給我的標籤 那麼 分到六隻 我分到六隻 好了 那珠仔推介多少錢呢 一千三百八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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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貴 即是如果現在買一隻 Chronograph GMT時間 或者鬧標 叫它做 那其實這個價錢 還是很順利的價錢 一千三百八十元 那有完裝盒 說明書 補不正的 做回一年補給大家 好了 喜歡這隻標的標籤 還可以繼續留下來看看 那另外 7T的機心 大概三年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它有很多換味的玩法 其實它有 襯了這套帶 就有少許均美的 那我現在 將它放了下去 這個 Focus 回到鏡頭 那放了下去 這個標帶 那裏 那裏 這個綠色的 這套帶 很帥 四十多元 這套帶 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那這個 如果是黑色 我看到那些鬼佬 都有襯黑色 那黑色都挺有型的 對 黑色都不錯 挺有型的 那另外 就有這個 鋼色 鋼色 鋼色都挺有型的 挺Fashion的 對 不錯的 好 然後另外 就有這個 配皮帶 直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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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 直帶 我沒有拆帶 放上去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這隻 SEIKO 的 1380元 1380元 一隻 黑水鬼的 三眼仔 如果喜歡這隻 錶的錶迷 就可以Whatsapp 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只有六隻 喜歡的錶迷 喜歡SEIKO的話 或者像那個錶迷 喜歡日本錶推介 記得留意我的頻道 好了 喜歡這條片的錶迷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盡快找我 因為這隻停產款 很少見 在市面上 還要這麼順利的價錢 好了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聲 下集見 拜拜